中文字幕——YK 比如天主教徒在吃饭前跟睡前祷告 回教徒每天礼拜五次 而佛教徒在每一餐吃饭之前也要祷告 不过他的方式跟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 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作为一个佛教徒 时时刻刻不要忘掉了众生 对烦恼众生的苦难 随时随地想到这个世间是苦海 净土不在我们这个世间 而子季但愿能够学习菩萨的精神 学习佛地态度 佛地态度使菩萨的精神是有智慧的 是有慈悲的 有智慧的人子季是没有烦恼的 有慈悲的人是不会对环境奢望 和对他人怨恨的 因此在《华言经》里边有一个叫进行品 《华言经》的进行品里边 在告诉我们呢 作为一个已经乏了心的 初法心的或者已经乏了愿心 要学菩萨的人 你在任何时间都要讲到当愿众生 比如说在吃东西的时候 当愿众生怎么样 要上大小便的时候 当愿众生怎么样 要洗手的时候 当愿众生怎么样 随时随地啊 是法的什么心啊 是慈悲心 因此呢 我们的所谓祷告 其实多半呢 就是在发菩萨心 在发菩萨愿 不是在祈求啊 佛啊 菩萨啊 你给我钱啊 你给我名啊 你给我地位啊 你给我顺利啊 你给我什么啊 不是求这些 而时时刻刻想到 自己不要有烦恼 时时刻刻要告诉自己 是要为众生思想 这是慈悲心 提起慈悲心来 你自己本身就没有烦恼了 你自己本身一定只有智慧了 所以是我们呢 有这个 有几位祖师们呢 编了 有出家人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 经常要念的记者 或者是念的咒语 这名字叫做 皮尼日用 皮尼的意思啊 就戒律的律 就是生活的规律 里边呢 在任何一个时间 你都不要忘掉 你要度众生 你不要忘掉 你自己现在的身份 这个是啊 这个作为一个副教徒 是一个大圣副教的精神 比如说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是供养 因为 我们呢 能够有饭吃了 能够听到福法 用福法在修行呢 我们呢 感恩三宝 感恩呢 众生 感谢如何的表达呢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东西吃 但愿呢 我把我所有的东西 奉献给三宝 我有东西吃 但愿一切众生 也都有东西吃 是这样子的 这个念的是啊 淡叹 是供养 失啊 不失 的意思 比如说 最简单的 怎么念呢 比如说 在吃饭以前呢 说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吃完饭了呢 饭是一切 也就是说 吃饭已经吃完了 当愿众生 所作结伴 具足佛法 也就是 但愿所有的众生 都修行修完成了 它跟佛法 完全相应 所有的佛法 它都具备了 那等于是成佛了了 所以是 我们在做任何样式的时候呢 先要想到的是众生 不是想到了自己 这是大圣啊 佛教的精神啊 真正的一个佛教徒 是啊 很少会想到自己的 都是要想到众生 如果你想到众生啊 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会成长 你自己是不是会健全 你自己是不是会进步 你自己会不会努力 你自己会不会健全 你自己会不会健康 一定会了 因为你为了要奉献 你为了要照顾 为了要关怀 那么多的众生 你一定是啊 打起精神来 全力以赴 你一定是 成就是最多的是你 最近我看到报纸上 有个小女孩 只有十来岁 她因为她的母亲 离开了家 而她的父亲还病 她的弟弟妹妹还小 结果呢 她自己就担负起啊 照顾父亲的病 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 她直接还在读书啊 学校里边呢 是优良的学生 像这样子的女孩子啊 我想不是今天才看到的 而过去也常常啊 会发现了这样子的人 我认为这个女孩子 正是一个大神菩萨 行菩萨行的人 因为啊 她自己呢 担负起做母亲的责任 也担负起做妻子的责任 也担负起啊 家庭的责任呢 而最后她自己是最优秀的人 所以这样子的女孩子是最成功的 因此呢 我们副教徒常常说 愿众生愿众生如何如何的好 骑舍到最后最好的是谁 成就的最快的是自己 用这样子的心来成就自己 这不是自私心 这是慈悲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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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